台北市的金山鄉有位漁民叫柯文青 昨天他在距離岸邊六公里的外海地方 發現了一隻載浮載沉的梅花鹿 後來他花了好大的功夫把他救回來 不過因為這隻鹿來源不明 懷疑說可能是走私的動物 也因此很擔心說是不是有傳染疾病 所以最後決定要把這隻海上的迷路 用安樂死的方式來處理 漁民出海釣魚這魚沒釣成 沒想到意外救回一隻海上迷路 漁民用繩子綁在路頭上 緩緩將它拖進港 一旁安檢站人員急忙拉繩子 幫忙將這隻梅花鹿給拖到岸邊 金山山環港漁民柯文青 21號上午出海釣魚 離岸六公里處原以為看到漂流木 沒想到近看之後才發現 是隻梅花鹿在水中載幅載沉 擔心他因此溺斃 於是將它拖救回岸邊 那這些漁民可能是愛心的關係 先把它拖帶回來 然後通知我們案件所 那我們案件所獲報之後 我們隨即動員先把這隻梅花鹿 把它捆綁起來 然後先把安置在岸邊 雖然漁民好心救他一命 但是因為這隻梅花鹿來路不明 防疫局擔心鹿隻是走私來的 可能會傳染疾病 因此很遺憾只能讓他採取安樂死 明知新聞陳中漢 台北線報導 阿蕃蒡 簡單擁抱 103